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美国的经济周期它是从高点往下走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的经济数据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放缓的迹象 因此通胀也下来了 已经到了三以下了 但是美联储支持不降息 不仅仅不降息 而且它还显得非常的鹰派 对于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来说 它毕竟是一个制约 因为我们的汇率 不管即便是我们进行了多年两次的汇率的改革 但是人民币的汇率的这一篮子货币里头 美元占比重还是比较大 所以如果他们不减息 那我们降息的空间就没法 怎么说呢 就不充分了 因为如果他们不降息我们降的话 那么息差进一步的扩大 它反而对于我们人民币的货币 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那现在呢你看 现在人民币大概欠三左右 那么就美国是更鹰派 但我们中国这边呢 就是在这个陆架水分台上 我们央行说 这个我们要 这个货币政策呢 虽然这个利率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短期的利率形成了这个利率走廊的上演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利率政策的 更重要的调整的这个目标呢 也是汇率 所以呢汇率很明显 它是我们重视的重点 那这就是怪的地方 就是说美国经济在放缓 通账在下来 但是美国还是很鹰派 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就是说 全球的资本流动的方向 它还是往美国流 那比如说2023年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吸引了全球 FDI就是外国之间投资 大概吸引了三分之一 甚至稍微更多一点 那这个正常的年份 它一般吸引大概15左右 中国一般会比它多很多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个资本的流动的方向 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流动的方向呢 它也让这个美元 持续的保持强势 那如果你看一下 这一轮美元强势的 这个持续时间呢 也是比较长 所以呢 整个这个新市场的表现 都比较一般 其实就我们仔细看的话 美股可能是靠科技七巨子 撑起来的一个市场 对 但现在的情况跟2000年 那个互联网泡沫有什么区别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么如果你简单粗暴地看这个 适应率呢 那么其实你会觉得很贵 对吧 但是呢 你看一下 如果把美国市场呢 把这个七个大公司去掉 对吧 那么剩下来的这个493个公司呢 那么他们的综合的市盈率呢 基本上跟历史的长期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只看这七个股票 那七个股票呢 其实它现在跟当年最大的不一样地方 就当年只有一个概念 只有一个故事的 当年就是上市 我只要是.com就可以了 对啊.com你就能够上市了 说你是互联网企业 那现在呢 就是你看一下微软的自由现金流啊 甚至这个NVIDIA 就是那个英伟大师 这个市场现金流呀 那基本上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 今年大概是 20003000亿左右的自由现金流 大概明年可能4000以上啊 那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 他们的估值其实不贵的 这个故事呢 它可以不断地演绎的 因为你的盈利在不断地增长 那虽然你现在比如说你价格很贵 但只要你的盈利的增长的速度快于 你的这个价格的增长就可以了 那么你的市盈率反而会下降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了 虽然很贵 但是它贵有贵的理由 不便宜 而且呢其实呢 如果考虑到现金流 如果考虑到盈利 那么跟当年的还是差很远的 当年很多公司是没有盈利的 但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一些公司 盈利非常非常强 那这轮科技狂欢有结束的迹象吗 暂时还没有到头 就这个尤其是人工智能的革命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 它是一个可以搞好几年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美国的半老体周期 它在一个非常高的高点啊 就是一般周期有起伏的吧 在高点地的吧 但是呢这一次 美国半老体的这个周期的高点 持续了一年多快两年了 这个也是历然贪为观止的 那同时呢在人类历史上 它有几次大的这个创新变革 对吧这个比如说当年的这个 大航海时代对吧 发现了新大陆 然后呢把这个人类连接起来 那第二次呢就是2000年的互联网 把这个人类的更紧密的结合 那现在是AI AI呢它的突破就是说 人机的人和机器的结合 以及机器变得跟人一样聪明 它把我们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扩大了我不知道多少倍 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革命 就是它把这个生产力的这个潜力啊 不仅仅是人类的生产力 而且呢整个机器的网络的生产 这个潜力也发挥出来 那你想想一想 人工智能的革命很显然才刚刚开始 其实跟美股不太一样 中国股市上半年是比较波动的 对此您怎么看呢 对我们的表现不尽人意吧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开篇讲到呢 就是说您提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么奇怪啊 今天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由于中美稀差导致的一个 一个这个股市的一个表现不佳吧 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比如说 互动300 我们把互动300的这个走势 和中美稀差的这个稀差的走势 它基本上你看一下 它的相关性是百分之九十几 也就是说呢这个稀差越大 对吧那么资本流动的方向 越往美国那边流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对于我们中国的资产的 价格的压力也就越大 对吧那么我相信这个是解释 中国市场表现不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因为你想想 这相关性百分之九个几啊 对他这个这个两条线走 走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对我有一张图 被这个市场广泛传播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中美的稀差呢 是一个质种 对于我们的资本市场来说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周期 已经到了一个就加息的周期远远结束了 那么可能开始降息了 那这样的话呢那么中美稀差一定会收敛 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中国资产架构的压力呢 一定会减轻 那四五月份呢其实我们有一波非常强的行情 那个这个这个A股呢 从两千六涨到了三千以上了 三千一了 对啊然后呢港股呢是一万五涨到了一万九 这是非常强的行情 这一轮行情的启动呢 其实当时就是对于美联储的 这个这个减息的时间点的预期的发生变化 但当时很明显的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这个通胀开始弱于预期了 对啊就市场预期三年级 然后结果出来是二年级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经济表明 肯定这个经济放缓 记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当时这个这一波就上来了 对啊这个就显示了就是说 中美的稀差呢是决定我们行情走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啊 不是说是他就觉得那之一 但是其实如果美联储降期了 外资就一定会流入中国股市吗 其实现在各个新兴市场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是印度的ETF 他收获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是最大的 的确你说的非常对 那么尤其是呢 现在都整个资金的布局 他也是全球的布局 那所以呢我们今年看到印度的表现 即便是他的大选 那个莫迪他没有拿到这个绝对的大多数 像他竞选的Promise那样 那因此他要进行的一些改革 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顺利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对啊 印度的股市表现 但是呢我觉得印度的股市 现在的它的泡沫化的迹象非常的明显 就是在这个股市泡沫化的时候呢 最明显的就是说散户大量的参与 大量的这个散户的资金去买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现场 那外资呢其实并没有在不断的加仓 那指数基金吸引了这个资金的预约 是因为指数它要跟着 指数基金要跟着指数走啊 那指数你上升了 你得对吧 你不断加仓啊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就是说如果这个别的这个美联储降息 那资金可能也不一定流到中国 那所以呢降息呢 它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但是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充分条件 那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自己对吧 最近呢我们这个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 顾本培员是吧 这个中医的概念 这你打铁都要靠自身硬啊 所以呢顾本培员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的经济市场要搞好 对吧 那今年呢其实一季度很明显 我们经济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所有的经济数据呢 都是指向PMI啦 零售啊 这个货币供应等等 它都是指向一个反弹的 但是到了四月份好像 五月份好像又弱下去了这样 那可能是大家 这个这个在期待重要会议召开 所以啊 在等一些信号啊指令啊等等 那所以看吧 但是呢 的确呢你说的是对的 就充分的条件就是它降息 那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自己也得强 那整个市场呢 才能做强 其实近期中国也推出了好多政策来刺激股市 但好像窍口都不是特别明显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不一定刺激它就涨 对吧 因为股市呢 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 它有买有卖 每一个交易有买方有卖方 所以呢 你去刺激 然后比如说国家队入市 那但是问题是有更多人在卖 你就没办法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如果你看一下 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吸引指数 它有了一定的修复 它还是在一个历史的低点啊 它就是不修复 那怎么办呢 你说 那么所以呢 这些都是信心的问题吧 就我们总是说信心是黄金 信心是黄金的 然后呢 也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工作 但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几个 一个是房地产市场要稳住 第二呢 就就业的市场 要提供一定的可见度 因为现在这个大学生又毕业了 对吧 最近 所以呢 就业的前景 要 要 要有 然后呢 就是这个收入 这人们的收入 那 不 我们看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看一下 比如说收入 这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这个征收 那它是基本上 平到略微 甚至有 有所下降 显示 就是说大家 收入没有像以前那么增长 那以前收入呢 不仅仅就是说你的工资 作为一个员工的收入 那其实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财富的效应 财富的效应 是很重要 就是对于消费者信心来说 可能财富的 财富效应 能够给你带来信心的增加提升 远远高于 什么工资啊 就业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这美国的复苏 在美国经济复苏 无论是疫情之后 还是08年之后 那么 当时我记得是伯丹克 伯丹克获得诺贝尔奖的 他的这个研究的方向 就是这个大萧条 那其中呢 就是包括了这个货币政策 引起了财富的效应 对这个经济的修复的 所起的作用 但这个信心要怎么恢复呢 嗯 这个问题 资本市场价格的回暖 绝对是信心修复的关键 对吧 那股市每天都有报价的 每秒都有报价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看像四五月份 这一波上来 其实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大家能赚到一点钱 所以呢 希望这个资本市场 就有更多的政策利好 那这些都会帮助市场的回满 然后信心的修复 您提到一个观点就是 中国的股市跟国际贸易摩擦 也是息息相关的 对 那这个国际贸易摩擦 可能会继续持续 对 这要怎么办 那么 2018年的时候 它翻谱发动了这个贸易战 2019年 20年疫情等等 那其实从2018年到现在 对啊 那关税在不断地上升 禁运在不断地上升 但是美国对华的辞职 也在不断地扩大 所以有人说 那个美国要跟中国脱钩了 数据上不支持 所以它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关税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贸易战 其实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 所以呢 我觉得 老外对于中国有很多误解 包括这个关税这个东西 关税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以为中国的 这个竞争力是补贴出来 大家都知道 来过中国人都知道 不是啊 你看现在老外 他去那个印度和这个越南 东南亚设厂 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们的work ethics 就是他的这个 工作的这个态度 他跟中国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大学生 教育数字是很高 本身水平是很高的 工作态度 比较勤勤恳恳的负责任 那在海外呢 就没有了这种 所以我觉得 他们对我们的误解呢 就是说他以为 我们的竞争力是补贴 不是的 你看比如说呢 前几天那个欧盟不是说 比亚迪 比亚迪他要收这个关税 增加13% 当天比亚迪涨6% 对吧 那为什么 那因为你加13% 也不可能比比亚迪要便宜的 不可能 而且他再加13%之前 比亚迪在欧洲 他已经加了 大概接近1万块2万欧的 这个加价 这个溢价了 就是说 你在欧洲买一个比亚迪 是比在国内买比亚迪要贵很多的 对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吧 那么这些关税呢 都是因为 这个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太强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中国的出口的这个附加值 在全球的出口的附加值里头 它的也是历史新高 这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竞争力 绝对不可能是纯的补贴 那美国也有补贴 美国的First Solar 就是美国的一个太阳灯公司 它的每个单位成本的 这个发电的这个成本 是中国的十倍 那没关系 这个政府一样补贴 结果它的市值 比中国的这些很多 很先进的太阳灯企业的市值 要大很多 那你怎么解释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看吧 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主动权不在我们 对吧 那么还是那句话 就顾本培缘 那加了 反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成本那么低 加了其实也不会 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对于他们本国的 对于他们本国的这个通胀 我就不知道 所以就重要的 还是做好自己 是顾本培缘 那展望下半年 您觉得中国股市 会怎么变异呢 这个问题就 比较难回答 当然就对于我们 有很多仓位的朋友来说 但我们大家都希望它 能够这个 涨重 这重振雄风 那么下半年呢 我觉得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美联储肯定要减息 那么打开一个这个 中国的货币 货币政策的空间 贿易的压力减少 那这个是第一点 那这对于我们中国 是市场有利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盈利 我们盈利呢 今年应该是在 高单位数的增长 不断太差 对吧 那同时呢 我们整个经济呢 要继续修复 那希望呢 就是说市场呼 这个盼望呢 就是说有这个 财政的支持 那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 这个赤字率 大概3.8 就不到4 那你再加上 超长国债啊 大概就是7左右 可以做更多 可以做更多 那同时呢 比如说 税制的改革啊 这个这个降低 这个人们的这个税付啊 企业的税付啊 这些都会有帮助 所以呢 看嘛 就是说看政策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引导 我觉得现在 对于中国的市场呢 是不应该太悲观的 理由很简单 第一便宜 第二呢 就是在整个 全球的portfolio里头 那中国的市场 绝对是 这个underrepresented 叫低配的 超超超超低配 中国的经济GDP 占全球的经济的GDP 不到 大概不到10%吧 但是呢 中国的市场 在全球的指数里头 大概就是 很低的各位数 那香港也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 这个指数基金 或者说 我是一个 主动型的管理的 那我 我有一个benchmark 那我benchmark 比如说 我是一个global的 那我每年我要outperform的 就是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跑赢这个指数 那我怎么跑赢呢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这个拿着这个 满手的发达国家指数 对吧 因为 这些指数 跑得这么强的 它会均值回归的 而我们中国这边 这么underown 就是说 就是叫什么 就是超超超低配 然后呢 这指数 和这个经济的 实体经济的占比的 偏离度这么大 这个才是 最容易outperform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时间点就不好说 那是不是下半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就是这么超低配 这么偏离指数的 它一定也会均值回归的 对吧 但是呢 你说 我也希望是下半年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熊市那边 也是有表现好的 对 是 个股的 对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 是不是不应该纠结于 3000点这个点位呢 对 我觉得不应该 就是这么说吧 就这么多年 就是大家都说 这个上证指数失真 你记得吗 上证指数失真 大家都说这个 不不不不 体现我们中国的经济 这些都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 就如果上证指数失真的话 那为什么 大家要用上证指数来评判 这个中国这个股市的好坏呢 那今年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个很多的这个板块 它的表现是很好 比如说银行板块 但因为它高分红 那高股息 高股息板块就表现非常的好 相反的中资投公司 表现非常的好 然后呢 中移动啊 这联通啊 这些都是 都是近几年的新高 所以 我觉得呢 机会总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要 发掘 今天有很多机会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银行板块 中资投板块 高股息板块 那还有那个 大家不要忘了 这大宗商品呢 对吧 去年的神华 创了历史的新高啊 觉得 那大家为什么不说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 两万股市 就想跟您再聊一下经济 您觉得上半年 中国经济有哪些亮点呢 上半年亮点呢 其实我觉得 尤其是一季度吧 那我们看到工业产出 是超预期的 对吧 PMI里头的一些 分享指标 也是超预期 消费非常的有韧性 对吧 那么 不仅仅是国内的消费 其实现在 我们这个香港的居民呢 也到北上消费了 对 每个月大概是 200亿左右的 港币的消费 这很厉害吧 这很厉害 所以呢 我觉得消费是一个 不能说是亮点 但是它是一个惊喜 就是说没有想到呢 就是我们的消费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当然呢 有一定的消费的降级 当然亮上去了 对啊 所以呢 其实它整体来说 它还是 比较有韧性的 那很多人说 那你们现在不去欧美了 这个出国游没了 我这个我也不同意 因为欧美的太贵了 太贵了 你还不去日本呢 所以你看日本 现在吸引了中国的游客 非常多 对啊 反正就去这个日本旅游啊 什么的 我经常碰到熟人 反正呢 就是每一个事务 武士也好 经历也好 它都是有 就是说正面和负面 但有一些数据 不尽人意 但房地产 讲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这一些 才是市场定价的关键 我们要想的是 哪一些因素 是还没有pricing的 那这个才是 决定市场最后走势的 最根本的东西 其实有观点说 就是如果中国 竟然要实现 可持续的发展 应该不止依靠房地产 对 这我非常同意 这就意味着 哪些行业会有新的机会 首先我觉得 有几个趋势 那一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的投入 那过去几年 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的 房地产投资 它是不断的 大家都知道 双位数下降 但是制造业投资 双位数上升 这个也是形成了 我们中国制造业 强势一个比较 比较明显的趋势吧 第二个就是高科技 对啊 那么我们现在本土呢 也出现了很多 这个半个体的公司啊 我们中国的这个AI 做这个高考卷子 它的达分 是所有的这些 这个人工智能里头 它是算是最高分之一 我忘了是哪一个公司 这还挺厉害的 我觉得啊 就是说在短短时间里头 能够追赶 所以这些都不要说取代 因为毕竟呢 房地产它占了整个经济 这么大一块 对吧 你要 然后呢 其他的虽然你 你发展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是需要时间的 它没有办法一出而就 所以呢 这些都是可以 弥补 房地产下跌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对于 中国企业的出海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电商啊 在这个东南亚的电商啊 这个支付的系统啊 等等 那其实呢 它都形成了不同 不同程度的 就是说 补缺吧 就像日本企业当年出海 是一模一样的 日本当年 这个 潘漠化破灭之后 日本企业 转向海外投资 对吧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都帮助了日本 就度过了 那二三十年 也是有我们 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吧 那从全球来看 您觉得全球经济 什么样呢 全球经济 如果美国不差 就美国的确还行 对啊 那中国如果 超预期 因为我们现在 大预期都很低了 这个这么低的预期 很容易超的 你知道 对 希望就是 那其实如果 中美都好的话 其实全球经济 不会很差 那我们是年初 这个观点是年初提出的 那最近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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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World Bank 它都是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上调 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也在上调 这就是说明了 就是因为预期足够低 它很容易 很容易突破 那欧洲呢 其实有人担心欧洲央行 是不是降机降早了 对 欧洲是一个 对啊 又要打仗了 然后人口又老化 然后这个 这个通胀压力也持续不下了 那其实欧洲是 然后竞选 今年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意外 德国的竞选 法国的竞选 大家一头雾水搞的 对啊 法国的指数呢 已经跌回了年初的这个水平了 那全部回途了 然后呢 但是即便如此 它也没有完全Pricing 这个非常危险 所以 今年欧洲 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欧洲和日本都是一个比较 因为日本就是一个汇率的问题 汇率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 它会 引起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这个也是挺恐怖的 那以前呢 就是说尤其日本 那日本日经 当时涨了四万 四万多了吧 四万一千点左右了 那当时大家都 所有的这个外资都疯狂的看好 这个日本 这个日经啊 说这个日本的经济要回来啊 这个那个 但是你看现在就问题出来了 对吧 那么所以 他们对于全球经济呢 它都是一个风险嘛 但是呢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风险 当做是我们的这个基准的经济 我们基准的经济 还是全球经济 强预期 在中美的牵引下 强预期 那展望下半年 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会是美国大选吗 美国大选 是一个没有办法 price in的风险 的确是一个风险 但是没有办法price in 那第二呢 就是通胀 就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说 美国通胀的约在回落 对啊 但是呢 它通胀里头的一个 成分 就是美国的这个房租的这个问题 有韧性 然后呢 同时呢 如果比如说 关税的上来啊 然后大选上比 强势远超预期的话 那么 美国的这个通胀压力 还是会存在 这可能也是 就是说一些美联储的官员 它还是比较鹰派的原因之一 那除了美国大选之外 投资者还有什么 需要警惕的风险 嗯 对 风险 哇 这个风险很多 只要我们能够预见的 都不是风险 因为资本市场 它是非常神经质的 它一点东西 它就经常是过度的反应 对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会 对人的这个心理的波动 也会 这情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今年 一个国际大选年 国际大选年 那还有一方面 就是所谓的美股泡沫 因为大家都说 美股很贵啊 涨这么多了 那买 那如果美股下来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那么对于其他市场的 这个资本的流动啊 美元的升值啊 等等 哇塞 这个会 这个风险 甚至美国经济 都会受到极大的牵制 嗯 好 虽然看来风险很多 那我们还是希望 股市能长红 对 风险 肯定 没有风险就没有收获嘛 对啊 所以 我金融市场呢 就是风险的定价 我们把这个 能够预期的这些 风险呢 这个合理的定价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说 最大的意外 惊喜也好 或者说是失望也好 它来 来住于哪里呢 就我觉得 这个 既然这个预期 已经这么低了 对于中国 那 它也不会 不可能再坏到哪里去 那我们春节 今年 出现了一波 叫做这个量化的矩阵 对啊 那么当时呢 这个中国市场 尤其是微盘 小微盘 跌得稀里化了 但是呢 这个也造就了 就是说 当时我们指数点位 2600点左右 其实它是一个 我相信 是今年的一个 最低的点 就是说 如果即便是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 是一个修复的行情 就是说 我们的低点呢 在不断的抬高 这个 还是在剧烈 但是低点不断抬高 低点不断抬高 也就是说呢 你的趋势发生了一个改变 这个是好的 所以也是大家应该 就是注意的 而不是说每天的波动 而是说 我们的市场发展的方向 是往哪里走 嗯 好嘞 谢谢吴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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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